以往北北基陶遇到颱风 是不是要上班上课 会因为共同生活圈的考量一起决定 但这次却因为双北的疫情很严重 特别升级为三级 桃园和基隆还是维持二级 但是通勤往来的需求要怎么办呢 疫情指挥中心就说 除了上班上课这种必要的移动 希望民众不要从二级地区 进入到三级地区 会增加染疫的风险 那三级的区域也不要前往二级 以免你就不知不觉把病毒给带出去 来到新北与桃园交界 即使周末不用上班上学 车流量还是很大 穿梭二三级疫情警戒区 只有几步直遥 我们现在位在台庆营的回轮分行 位在柜台那边的门牌号码 是桃园归山区的万寿路一段 如果你临柜办完一些事情 想要过来ATM这边提个钱的话 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警戒分级定义 你已经从二级区域跨入了三级地区 因为靠近ATM那一侧的门牌号码 是新北市 北北季桃是共同生活圈 是否台风架一起决定 疫情分级却没有一起 要求桃园跟基隆民众 除了工作就学以外 别到双北或者双北民众 少去桃园基隆容易吗 不常穿越像我一定会穿越 我从那边习过来就穿越了 对啊我是来上班没办法 就是说自己小心 干脆直接把团员升起 一起管制就好了 除非就真的是都被关在家里 不外出 就是我进在同一个生活圈 那就没有区隔的效果 所以我们再三强调 二三级区域的人员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活动 就希望说能够有所区隔 上班族没被禁止往返二三级地区 但中央疫情中心建议机关和企业 改采分流上下班 甚至异地办公 桃园市府已决定 家住双北的九百多名员工 十七号起不必全部进办公室 桃园决定也用准三级的方式 进行管制 居住在双北的同仁 那么由各单位进行人力调配 那么可以采用居家办公 为了降低搭乘大众运输 上下班的风险 将比照卖场和餐饮业 乘客也要实联制 双北疫情全面失控 如果要维持上班 从中央到地方首长 都呼吁民众多体谅配合 记者刘松林 陈瑞祥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ić 启兰 转发 启兰 转发 启兰 adjustm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